大家好 那么刚刚获得消息 乌军的报复俄军发动了对克里米亚的空袭 乌军使用的是图141语音无人机 以及中国的舆论无人机 另外还有美国的无人机 这次对克里米亚的空袭主要是对克里米亚方向 叫叶夫帕托里亚 那么俄罗斯的塞巴苏布尔方向 也出现了乌军的无人机 俄黑海舰队 防空系统也击落了美国的ST-RCH无人机 克里米亚的西部叶夫帕托里亚 防空系统击落了一架乌军的语音无人机 塞巴苏布尔方向也报告了战况 那么在塞巴苏布尔当地的俄军 以及黑海舰队的防空系统 处于全面战备状态 白天的袭击与过去乌军对克里米亚的袭击不同 乌军选择了新的路线 主要是从海上 并不是从过去乌军在乔尔诺默西克这个方向 这次是从海上直接攻击的塞巴苏布尔和伊夫帕托里亚 而且是白天 那么也说明乌军实际上在克里米亚方向 有了新的进攻的路线图 除此以外 俄防空部队 黑海的防空队 也在海面上击落了乌军的无人机 海面上击落的乌军无人机 是乌克兰方面的美制的 STR IZH 无人机 但是中国的这个鱼轮无人机呢 实际上也参与了对克里米亚的空袭 那么今天呢 在塞巴多尔方向呢 也出现了中国的这个鱼轮无人机 塞巴苏布尔方向的这个地面防空司令 他也表示俄黑海舰队正在配合防空 防空部队 在外海停泊处 击退乌军的无人机的攻击 目前已经击落一架无人机 那俄罗斯的阿克肖诺夫 也就是克里米亚方向这个防御总司令 他说在克里米亚西部地区 防空部队成功的击落了乌军的无人机 目前克里米亚的俄军防空部队 已经处于战备状态 另外黑海舰队也进入了战斗状态 那乌克兰南部战区啊 南方司令部 他的新闻负责人 谷米纽克对媒体表示呢 对克里米亚的袭击 特别是打击在克里米亚的油库 还有能源技术实施 是乌军反攻的要素之一 那么他一次首次承认乌军呢 对克里米亚进行了反击 除了在克里米亚方向以外呢 今天乌军呢 还对扎布洛核电站进行了空袭 在这个方向 那么扎布洛核电站方向空袭呢 俄云首先呢 是成功的迫降了乌军啊 用来侦查的这个美制 叫Q-U-A-N-T-I-X-R-E-C-O-N 无人机 就是这一款 他呢能够将实时的啊 扎布洛核电站的这个数据 传输给乌军 俄军是迫降了一架无人机 大家可以看非常完整 那随后攻击扎布洛核电站 这个无人机呢 携带了C-4炸药 这架无人机呢 被俄军成功的击落 大家可以看这个残骸 C-4炸药 非常清晰 大家可以看啊 无人机携带了C-4 那这是远程遥控装置 起爆器 这是炸药 C-4 C-4是塑胶炸药啊 它呢实际上 是可以进行这个 远程遥控啊 可以看 所以 它靠近扎布洛核电站 如果引爆的话 会对核电站 安全造成的一些 美军的C-4 大家可以看 我呢给大家播放一下 克里米亚方向啊 乌军袭击的画面啊 这是克里米亚 黑海舰队 发射 防空导弹的画面 那么这一次呢 乌军发动这个空袭啊 对克里米亚的空袭 主要是为了报复俄军 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的空袭 俄军呢 今天呢 使用这个空天军啊 使用这个远程制导炸弹 也对切尔尼哥夫方向 基辅北部的切尔尼哥夫 乌军的一个军火库啊 还有军事人员的集中区啊 也就是新兵的兵营进行轰炸 大家可以看轰炸的现场 整个兵营啊 整个建筑被完全摧毁 而空天军使用战略轰炸机 打击的效果非常强大啊 大家可以看 乌克兰方面呢 并没有公布啊 伤亡的数字 在切尔尼哥夫方向呢 是有大量的乌军的新兵啊 刚刚训练完 结束以后呢 在这个方向集结 还没有来得及 上战场就被俄军远程摧毁 今天我给大家播放过啊 俄军的这个打击啊 威力非常强大啊 大家可以看啊 想起蘑菇云 那么俄罗斯国防部呢 今天也证实 俄武装部队呢 使用精确制导武器 对乌克兰军工联合体设施 发动了集体的导弹袭击 目标 精确命中 所有指定的对象 乌克兰军队生产弹药武器 去除装备的企业 已被俄军摧毁 那我呢 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那这次呢 俄军打击啊 乌克兰包括基辅啊 切尔尼戈夫 蒂尼伯方向 打击的主要是啊 乌军的格罗姆二 他的这个弹药 也是格罗姆二的这个 固体燃料加工厂 这个加工厂呢 实际上主要是为格罗姆二导弹 生产固体推进器 这才是俄军这次打击目标的啊 主要目的 那这个格罗姆二呢 实际上可以威胁到克里米亚大桥 之前说过 他在扎波罗方向曾经试射过 被俄军拦截了 但是呢 未来他是可以大规模空袭 克里米亚大桥的 也对整个克里米亚 黑海舰队形成威胁 在奥德萨也发射过 那么这次俄军打击的就是 格罗姆二 他的生产储存 还有物流中心 那柯纳申科夫呢 今天表示 晚间呢 俄罗斯武装队使用空中海上精确武器 对目标起了集体的袭击 摧毁了物军生产导弹武器 军事装备的企业 巴普洛格勒啊 在这儿 这次打击的巴普洛格勒 刚才给大家播放的这个爆炸画面 大家应该看得很清楚 巴普洛格勒 就这个画面 为什么威力这么强大 就是因为这个巴普洛格勒呢 有格罗姆二 他这个导弹的固体 推进剂 生产工厂 那他呢 也为S300导弹生产 推进剂 这个爆炸呢 实际上也说明了 乌军 他的国防部 在巴普洛格勒的 导弹生产工厂 被俄军摧毁 主要生产这个固体燃料炸药 那现在俄罗斯方面呢 实际上呢 对巴普洛格勒 打击的效果 正在进行评估 但从画面上来看呢 这次打击非常成功 俄罗斯方面呢 现在有消息人士 也对媒体表示呢 俄国防部判断 乌克兰方面 已失去格罗姆二导弹的生产能力 那未来呢 格罗姆二导弹 乌军没有办法再继续生产 俄军只需要找到 这个格罗姆二 他的剩余导弹的储存地点 再进行精确打击 或使用特种部队 进行清除 乌军就不会再有像格罗姆二这样的 战术导弹 能够威胁克里米安大桥 这是今天俄军使用远程航空兵 打击乌克兰的主要目标 那么俄罗斯空降部队的司令 也就是普京抵达赫尔松方向 会见的俄空降部队司令 在格尼奇斯克这个方向 他今天对新上任的俄空降部队的中尉 少尉军官进行了讲话 他在讲话中 首次证实俄空降部队已经得到了俄总参部的确切情报 乌军发动的春季攻势将有12个旅 那所有的部署信息俄军已经掌握 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证实了我之前的说法 乌军将动用12个旅发动对克里米安的进攻 那这也是首次俄罗斯的军事高层空降部队总司令 证实乌军将发动春季攻势 俄罗斯这一次对乌克兰全境的打击 也是对乌军春季攻势的 他集结地点的一次重要的打击 特别能够摧毁乌军春季攻势集结的弹药 包括人员 这次打击还包括苏美地区 苏美地区现在我了解呢 打击的是边境的塞雷迪纳布达 塞雷迪纳布达 这有个中布达 也就是靠近边境这个位置 在苏美这个方向 那么这个方向实际上也有乌军的这个军事集结区 包括人员 一些新兵的兵员 俄军这一次大规模的空袭 导致乌军未来很难再进行新的集结 从现在情况来看 乌克兰方面它的整个春季攻势 要进行重新的计划 特别是对克里米亚的进攻 从这次打击的效果来看 乌军实际上格鲁莫2导弹 它的生产工厂被完全摧毁 乌军没有这个中程弹道捕乱 中程弹道捕乱 那么很难威胁到克里米亚安全 特别是克里米亚大桥 它很难打到 那么未来乌军发动春季攻势 不能威胁到克里米亚的能源补给这条通道 俄军可以源源不断的增援克里米亚 那么乌军即使能够进入到赫尔松方向 进入到梅里图本 俄军的增援部队很快就会到达 也会前后夹系 将乌军报位 所以乌军必须要切断俄军的补给线 就是在进攻克里米亚的同时 切断克里米亚的补给 这样才能造成 俄军无法向克里米亚进行增援 包括弹药人员都无法抵达克里米亚 乌军才能从一个方向进攻塞瓦多布尔 进攻黑海舰队 才能获得胜利 如果俄军源源不断的通过克里米亚大桥 向塞瓦多布尔方向增援 那么乌克兰很难 很难夺回克里米亚 也很难长期的在赫尔松方向 塞瓦多布尔方向立足 所以现在来看 格鲁马尔导弹被摧毁 乌克兰方面有可能要改变作战情划 这是我个人的判断 那么今天乌克兰的出动图141 羽燕无人机 以及美国中国的无人机 对克里米亚方向的进攻 就是对俄军空袭的一种报复 我会持续关注俄罗斯方面 以及乌克兰方面最新的消息 后续有更多的情报 我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